太嚴重了 是太嚴重了 這無法原諒的事 看這一張張 楚目驚心的照片 台北市議員童仲彥 被爆出多次對妻子家暴 雖然童仲彥澄清 他拿出來的這些東西 我要說連我看了 我都嚇一跳 這不是我認識的李秀桓 但是跟你同黨的綠文們 可不買單 暴力 我不知道你要怎麼賣 如果這個是事實 是幾乎沒有人性啊 管兵林痛批 如果歐七是真的 只有開除黨籍一條路 邱憶瑩也在臉書上怒轟 如果我不生氣 我就不是女人 目前民進黨已經開始行動 組成調查小組 若黨員同事確實涉及危機的情勢 傷害黨的形象 而本黨的一律延程 卻不還黨 知識中心特別報導